中方多次强调 国家安全概念不应该被滥用 不应该成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市场规则 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 创造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关于美方将华为以及其70家附属公司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的问题 中方一贯要求 中国企业认真严格执行 国家出口管制的相关法律法规 履行出口管制的国际义务 在海外经营过程中 遵守相关国家的法律政策 合法、合规开展经营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根据自己的国内法 对中国的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也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 为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作 创造条件 避免对中美经贸关系 造成进一步冲击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利